在台北市長蔣萬安 產業發展局長陳俊安 與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及多位市議員共同擊鼓下 迈入第八屆的內科千人 兼血活動正式展開 園區近30家企業共襄盛舉 今年目標希望能達到3500代血 展現內科人兼血助人的精神 在過去的話 我們從一部兼血車 到目前的29處的兼血 所以從2月15號到17號 我們在內科總共有29處的地方可以兼血 那我們這一次預計要募募募募募3500代的熱血 來兼給台北兼血中心 會打破去年的3千代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呼籲內科的好朋友 一定要利用這一次 2月15號到17號的時間 來擁業出來兼血 我們要請兩人要請兩人要請 兩人要請兩人要請 兩人要請兩人要請兩人要請 腳腕除了頒獎表揚參與奸血的各家企業 自己也玩起衣袖 上奸血車奸血 希望號召更多人加入奸血行列 及時幫助需要幫助的民眾 針對內湖交通問題 台北市交通局規劃七機車減量 及道路效率優化兩個改善面向 在設置智慧耗質部分 今年預估砸下3.57億優先裝設港前路等五大路段 台北市長蔣萬表示 會要求提出效率報告 滾動式進行檢討 今天我們來到內科 雖然是一個公益的活動響應千人捐血 但大家很關心內科交通的問題 我想我們跟翁理事長 廖理事長都有交換過意見 怎麼樣來為民眾解決問題 現在是目前眼前最重要的事情 昨天我們市政會議上交通局特別來做了相關的報告 我也正視才是 因為他們目前我們增設智慧耗質 的確對於交通舒緩有一定的成效 當然現在我們也希望針對主要幾個路段 來增設智慧耗質 那我也提醒交通局 接下來我們在規劃連續性預算的時候 我們第一年度也會 要做相關的增設之後的效率報告 來了解增設的狀況 以及效果如何 做一些滾動式的檢討 我們才能將這些智慧耗質增設 發揮到最好的效率 七人節當天帶著太太 與兩位孩子前往賞登的蔣萬安 也再次呼籲國人把握時間 觀賞台灣燈會 至於外界關注燈會 帶來的商業效益有多少 蔣萬安表示根據店家回應 營收增加有兩到三成 當天去的時候我想跟在意的幾個里長 還有店家交換過意見 他們其實在上個週末 感受到人潮都有來到我們燈會 特別也進到我們東區的巷弄 那對店家來講 人潮就帶來了商機 所以他們預估大概 這次燈會 他們的營收大概都有兩到三成的增加 那當然我們希望說最後時間 大家把握最後這個階段趕快來 希望這個營收能夠再往上衝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 各位站可以嗎 各位站可以嗎